Hello大家好 我是女嘉华对产经纪Lili 最近市场活跃起来之后呢 很多首次职业者呢 就开始蠢蠢一动 想要开始把房子看起来 那在跟大家交流的过程中呢 我发现很多朋友都会问说 第一次在加拿大买房子 政府有没有什么优惠政策啊 当然有的 安省第一次买房子的小伙伴们 可以享受到 政府给你提供的五大优惠政策 第一个呢 就是大家已经非常熟悉的 土地转让税减免政策 大家知道 在安省买新房 顾户的时候 除了你的首付以外 非常一大笔的费用呢 就在土地转让税 就是指地器上换名字呢 有一个费用 这个费用呢 需要买家来承担 但是朋友们 如果你的买价是36万8 那你是完全不需要交这个税的 如果你的买价是在36万8以上 那你最多呢 减免4000块钱的这个费用 那渥太华跟多伦多不太一样啊 渥太华的土地转让税呢 只有一个安省的 没有城市的 那多伦多转让税呢 除了安省以外呢 还要再加一个市政府 收取的土地转让税 那渥太华的这个土地转让税的 计算方法呢 也非常简单 就是根据呢 购买价格的阶梯来计算的 这里呢 是计算公式 更简单呢 大家可以到渥太华地产区的 官方网站上去 输入你的买入价 那直接呢 就会算出来 你本身需要支付的土地转让税 那这个优惠政策呢 就是在这个费用上 最多减免4000块钱 那申请者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呢 第一 必须是年满18岁的加拿大公民 或者永久居民 第二 这个房子是你在全球范围内 直接或者间接拥有的 第一套房屋 第三 无论你是在市面上购买的 二手房 还是新房 或者呢 是通过家庭赠予 或者是继承得来的房子 都可以计算在内 第四呢 就这个房子必须是自住房 至少在你交接之后的9个月内 这个房子必须是你的自住房 那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优惠政策具体怎么使用呢 首先这个优惠政策啊 医生只能15次 是在房子过户的时候呢 就可以直接享受 你不用先交上去 再申请退税 因为安省的房产 在过户的时候呢 都是由律师进手的 那你的律师呢 就在这个时候 可以替你直接的申请这个优惠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政策是怎么样变化的 房子的交接日期 如果是在2017年1月1号之前呢 这个的减免啊 最多是2000 那如果是在2017年1月1号以后 交接的房产呢 这个数字就变成了4000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回答一些 大家经常遇到的问题 第一个 我们夫妻两个人 都是第一次买房 能不能叠加使用这个优惠啊 答案是不 那第二个问题 孩子跟妈妈一起买房 爸妈肯定已经不是第一次买房子 对不对 但是孩子是啊 那这个政策的优惠呢 就是根据你们在注册产权的时候 双方占的比例 比方说如果是父母占50% 孩子占50%的话 那孩子是可以享受到 这个减免政策的50%的 也就是说孩子最多 是可以享受到2000块钱减免的 那如果在注册产权的时候呢 父母是1% 那孩子占99% 减免方面呢 孩子可以最多获得 4000乘以99%的优惠价 第三个问题 我们夫妻两个人一起买房子 一方呢 是第一次成为业主 那另外一方呢 如果是在你们成为夫妻之前 他就已经有过房产了 那么这个优惠呢 也是按照我们上面说的 按比例来 但如果呢 另外一方是在你们成为夫妻以后 就已经有过房产了 那么对不起 你们两个人都不能享受这个优惠政策 而最后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今天看了你的视频 我猜就有这个优惠政策 那还能往回找补吗 答案是可以的 在你的房子交接日期后的18个月之内 你都可以重新跟政府申请呢 这个土地准要税的减免 在下一期视频里呢 我们来给大家讲一讲呢 由CMHC跟加拿大政府一起联合推出的呢 首次购房者的激励措施 关注莉莉湖 买房不迷路 下期再见咯